净空法施法语,如何回向? 非常重要,学佛必知。 依佛法里面对于回向非常重视,为什么要回向? 回向是破支柱,你就晓得这个很重要。 二我们要把自己修学的功德,不失的功德,一生当中所做大大小小的善业,都回向给上报四重恩,夏季三图苦。 三上报四重恩是回向给我们有恩德的人,夏季三图苦是回向给我们累劫的冤亲债主。 四常念三宝恩,常念众生恩,常念父母恩,常念国家恩,这是我们回向记上天天念的上报四重恩。 五点一个人能常常念恩,德行就会欲积欲厚,我们常讲激功累德,这是累德。 六点这个夏季三图苦,是叫我们看现代的人,造了这个夜阴,但还没有堕落下去的,我们可以帮他忙。 已经堕下地遇到,恶鬼到,畜生到去的,就没法子了。 七回向记我们天天都念,从哪里下手? 要怎么做法? 上报四重恩就要从孝亲尊师这里做起,夏季三图苦就要从慈心不杀做起。 八做的善事统统回向,就是还无量劫来一切众生的债。 九把自己所修的一切福德、功德,都送给一切众生,这叫回向。 十不回向,你所修的福报,功德是有范围的,有限的。 十一点一回向,你的福德,功德变成无限的。 十二做任何善事都回向,则功德无量。 十三一切上根西接回向,供养功德才能圆满。 十四我们修行,不是为自己修,而是为众生修,只要有这个心,就是回向。 十五我们以智慧善巧方便将佛法传播,推荐给一切大众,这样去做,做了不求人间任何的福报,只有一个目标,求生西方净土,这叫回向。 十六念佛这个法门,经上还有说这个法门叫不回向法门。 十七为什么叫不回向法门? 因为念佛人只有一个目标,就是念佛求生西方净土。 换句话说,他虽然不回向,他念念都是回向。 十八我们断恶修善不是为自己,破弥开悟不是为自己,成佛也不是为自己,乃至于我们生活,吃饭,喝水也不是为自己,只要有这个心,就是回向。 十九有恩的,我回向给你,这是报恩。 二十有怨的,我回向给你,这是解除怨阶。 二十一冤业病,使冤亲债主缠身。 以诵经,念佛的功德回向,这是调解。 他若接受,问题就解决,若不接受,就有麻烦。 二十二佛教我们每天念佛,听经,都将功德回向给冤亲债主, 希望他们明了,我们成就了,就是报恩,还债,这样,就可以减少冤亲债主的障碍。 二十三我们拜佛,诵经,念佛,都希望回向给力竭冤亲债主,更应当发愿,将来自己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了,首先我来度你们。 二十四超度不需要具备什么仪式,真正功夫成就了,以自己的诚心诵经念佛,把这个功德回向给他,就超度了,他就得利益了。 二十五回向,就是不住相,不住相,心才清净。 二十六回向的意义是做而无做,我所做的这个无心,就当做末做一样。 二十七如果你做装好事,常常念到做了多少多少好事,那功德又墨有了,又迷了,愈迷愈深。 二十八回向是帮助你觉悟,所做的一切功德统统不要,统统把它忘掉。 二十九福报,善行,是一切众生的,不是我的,把我给忘掉,这叫做回向。 三十人生很短,在这极短的时光当中,我们要能忍受,纵然有福,不能想尽。 三十一我们要认真修福报,所修一切上根福德统统回向求生净土,这样才能保住我们临终时后清清楚楚。 三十二福报,想三成就够了,其余的不失给一切众生,回向无上菩提,这才是求生净土唯一正确的方法。 三十三普贤诗愿,实在讲只有七个诗愿,从里净道请佛注释这七条,后面三条是属于回向。 三十四回向里面第一个是常随佛学,这一条就是回向菩提,横顺众生,这是回向众生,普皆回向是回向实际,实际就是法界,就是真如本性。 三十五常随佛学是回向菩提,菩提是觉,菩提是智慧,菩提是大彻大悟。 三十六学佛一定要找一个榜样,最好的榜样是佛。 一切诸佛当中,阿弥陀佛是最殊胜的榜样,本师释迦牟尼佛对弥陀的赞叹是光中极尊,佛中之王。 我们跟谁学? 跟阿弥陀佛学? 三十七我们学佛要以佛做标准,我们要跟佛学。 佛不在世了,那我们依靠什么? 诸位要知道,就是依靠经典,经典就是佛的法身。 三十八我们除了学佛之外,还要面对社会的现实。 在现实社会里,我们如何来处世待人接物,如何来过我们现前这一段生活,那你就要懂得横顺众生,这个日子过下去才莫有障碍。 三十九要顺它,不能不顺。 顺的里面要有智慧,不是一昧感情的顺,是要有理性的顺,这样才没有错。 四十恒顺众生,众生无论做善做恶,你要能够忍得过,你要能够在这个境界里头如如不动,这就是恒顺众生。 四十一唯有横顺众生,心里才不起烦恼,心才会平静。 众生恶,旁敲侧机又倒塌,实在不能的,随他去。 今时他回心转意,今时再来度他。 四十二普接回向是总回向,就是将自己所修的一切功德回向众生,同生净土。 四十三普接回向是回向实际,实际是真如本性,真如本性亦法不利,清静无畏。 四十四普接回向,是把心量脱开,心量脱开,就可恢复自性。 四十五普接回向,心量脱开跟虚空法界一样,这样的功德才是圆满功德。 四十六上报四重恩,夏季三土苦,将无量结的恩人,冤亲债主都包括在其中,这是最圆满的回向。 四十七很多念佛人虽然天天念回向祭,愿生西方净土,那是口皮上的发心,心里是实在不想去。 他们发的是凡夫心,莫有发菩提心。 四十八要真正发心愿生西方,那才是无上的菩提心,这个心很难发,为什么? 真正发菩提心的人,贪嗔痴慢,是非人我统统舍掉了,他一心一意就向西方极乐世界。 转载字,天祥菩提惊蛇。 净空法师关于回向的开示。 三轮体空和回向是两桩事情,三轮体空是讲理,回向是讲事。 三轮体空是观慧,也就是智慧观察宇宙人生。 何谓三轮? 譬如你修布施,有能施,寿施以及所施之物,这就是三轮。 体空是这三件事都不可以住向。 我们做好事,绝对不住向。 如果人家接受我的布施,就常常想我对他有恩惠,我做了多少好事,念念不忘,那三轮就布空了。 布空就是世间有漏的福报,是属于福德,不是功德。 如何修的才是功德? 修布施不住向,心里痕迹都不落,修的就是功德。 功德与福德不一样,功德可以了生死,出三界,正菩提国,而福德只是享受来世的福报, 财不施的财富,法不施得聪明智慧,无谓不施得健康长寿,不过如此而已。 回向是扩大自己的慈悲心。 我们凡夫心量很小,起心动念都为自己,很少替别人助想,更难替社会大众想。 心量小是很大的过失,这是修行不能开悟正果最大的障碍。 经论上常说佛的心量是心包太虚,量周沙界,周是周变,就是周变横河沙树的诸佛世界,而那也是我们的心量。 但现在我们的心量小得可怜,两个人都不能相容,连夫妻都打架闹离婚,这个心量多小。 回向的真正目的就是拓开心量,无论你修的是功德还是福德,自己不享受,将这个果报贡献给一切众生,这是回向众生,贡献给法界,范围就更大了。 真的是心包太虚,量周沙界,回向实际,实际就是心性,我所作所谓只有一个目标,即是求明心线性。 所有一切果报都希望利益一切众生,所以回向的用意是拓开心量,恢复自己的真心本性,是这个意思。 一般人回向达不到此目的,都是做一点功德回向父母,回向自己将来升官发财,还是为自己,所以是小心量,不是佛菩萨如此开阔的心胸。 这是应当要明了的。 净空法师,回向是破执著,把所有一切所修福报功德都分配给大众共享,这叫回向。 不回向,所修功德是有限量的,一回向,所修功德福德是无限的,为心所变。 佛与大菩萨的福德智慧是圆满的,因其心量大,心包太虚,量周杀戒。 净空法师,除侠列仗,成广大善者,显一级所谓也这就讲回向的利益。 回向的利益时在蒋拓开自己的心量,把自己窄霞下列的心胸拓开了,像诸佛一样能够真正做到心包太虚,量周杀戒,这是修回向行最重要的意义。 底下蒋若不回向,其心霞裂。 肯回向者,一毫之善,这是蒋小,毫是毫毛,一根汗毛,很小很小微不足道。 皆变法界,故云广大。 所以会修的,他为什么念念都能修圆满广大的善法,跟诸佛菩萨莫有两样。 他懂得回向,这一回向心就清静了,心里头一样东西都莫有了。 回向才能真正做到三轮体空,不回向三轮不空,他住相吗? 回向就是不住相。 如回升入脚,升则远闻。 功德回向,义父儒是这是做一个比喻来说。 脚,从前古时候吹号脚一样,像现在我们吹号,我们声音本来很小,经过这个脚回升在里面, 声音就扩大了,就能够远闻了,取这个意思说明回向的的,却确能把你所修的功德扩大。 从初礼拜乃至随顺,所有功德,这指前面的九院,礼拜是第一院,随顺是第九院,乃至包括当中的七院, 把这些所有的功德统统回向法界众生,回向菩提实际。 向诸佛也是向菩提,有的地方讲是回向菩提,回向菩提就是此地讲的回向诸佛。 那模拟自分的功德不但不减少,而且与虚空法界一样大,所以夏文说皆惜回向近法界虚空界, 一切众生一定要以诚心,要以真心,真诚之心来回向。 回向菩提,就是回向佛果,前面讲回向佛果。 第一个是回向众生,这一段是回向菩提。 愿令众生长得安乐,无诸病苦。 欲行恶法,皆惜不成。 所修善业,皆速成就。 关闭一切诸恶去门,开示人天涅盘正路到这里是一段, 这一段讲的是愿一切众生离苦的乐,这个愿是真实的愿。 若诸众生,因其积极诸恶业固,所感一切极重苦果,我皆代受。 令比众生息皆解脱,究竟成就无上菩提这个愿是发心待众生苦。 回向一定要发愿,回向跟愿有连带关系。 那么回向跟愿有什么不同呢? 确实有不同。 你发愿,你未必做到,你要做不到,拿什么回向? 莫东西回向。 回向是做到了,你这个善是真正做到了,做到之后你才能够拿这个功德去回向, 所以你发愿的时候你并莫做到,这不同就在这个地方。 愿离苦的乐,劫恶成善。 令禁戒众生,这个戒就是法戒,禁法戒须空戒的众生,戒得如是,则横辨十方,荡得如是,则数穷三计也。 你看菩萨心量多么大,他的心是真心,不是打妄想。 为什么呢? 他有这个愿,他就做到,做不到是缘不具足,不是他不想做,缘不具足。 缘不具足,他的愿是圆满的,正如同棱眼睛上所说的一念发心的时候, 圆满功德,是这个意思。 如果有这个愿,又有这个力量,莫有去做,那你这个愿是假的,是虚愿,不是真正的愿,真正的愿一定要尽心尽力把它做到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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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